最近香港有很多同學對職業治療或物理治療這兩個課程有興趣 而且都很想申請報讀 很多同學的關心是否一定要修讀過理科的課程才可以申請 其實不一定 在澳洲來說,職業治療這個學科相比對於物理治療來說 對於理科的要求比較寬鬆 先說物理治療 他們對於理科的要求相對比較嚴謹 一般來說,部分大學會寫明 同學必須要修讀過FeeCamp by其中一科才可以申請 但有些大學會純粹說 假設你有這方面的知識都已經可以申請 所以一般來說,都要視乎大學的修身要求的細節是怎樣才可以決定 至於職業治療方面 他們相對地對於理科的要求不太嚴謹 有些大學可能說 同學沒有理科的要求都可以申請報讀 但有些學校都依然覺得 你最好要有理科的背景才可以申請 所以最後都要視乎不同大學對於修身要求是怎樣去決定 在修身中的寶寶廳